玻璃市伊斯兰宗教与马来风俗理事会 在三月初入禀高庭申请要求介入 挑战单亲妈妈罗秀凤是三名孩子唯一监护人的条件 当时这个理事会主张 他们是因为宗教法令赋予他们责任 必须确保罗秀凤的三名孩子 可以得到完善的伊斯兰教育以及宗教的支援 才会申请介入这起离婚案 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多管闲事 更否认自己是整件事情的局外人 那么今天吉隆坡高庭裁决 驳回了玻璃市伊斯兰宗教与马来风俗理事会的这项申请 拒绝这个理事会介入单亲妈妈罗秀凤跟前夫的离婚案件 并提出了两大驳回申请的理由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吉隆坡高庭今天驳回 玻璃市伊斯兰宗教与马来风俗理事会 申请介入罗秀凤与前夫的离婚案 高庭法官认为 该理事会没办法证明 他们是孩子监护权的利益相关方 同时也没有针对更改孩子监护权事宜 去咨询过罗秀凤前夫的意见 因此驳回介入离婚案的申请 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 今天向当今大马证实 雇佣修正法令将会在9月1号生效 女性有薪产假将从60天延长到98天 同时禁止企业结雇怀孕 或是因为怀孕而生病的女员工 至于已婚男性也享有7天的陪产假 同时员工每周最长的工作时间也从48小时降至45小时 巫统和伊党是不是真的玩完了 巫统熟理主席莫哈莫哈山 接受前锋报访问时形容 国民和谐已经走到了尾声 正等待结束 但他也向伊斯兰党喊话 如果还是想跟巫统重修就好 就请一个人回来 巫统不接受伊党 把妻妾也一起带回 按持巫统不可能跟土团党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